大家好,欢迎来收看五脸频道 我们知道曼雷宇宙的世界非常的庞大 我们会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都经常比较哪些英雄的不同点 但官方一直没有给过对比的结果 所以不能让人幸福谁强谁弄 但在资历方面,官方真的给过明确的版本 就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八个人 八个最聪明的人第一名是公认的 二之七排名不分先后 科学界的宣区近期先生李德·李查兹 李德是近期四超人领导者 精通电器、机械和航空航电工程、电子、化学、各级物理学 以及熟知人类和外星生物的知识 是少数在地球上什么都懂的专家 他经常被说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天才 也许这是八大天才最聪明的一位 花花公子钢铁下 东雷史塔克 史塔克在17岁就在麻省理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拥有独特的智慧让他可以将随手务必进行改造 在最近的正史世界故事中 史塔克透过动力卢克星 变得有超人类智慧 有时成就上台超越其他八大天才 无敌破坏者浩克 布鲁斯·班纳 布鲁斯还没有变成浩克之前 他是一个荷物理专家 连史塔克和里德相当占卜路斯的成就 一代蚁人皮姆·汉克 皮姆例子是汉克发现的 也就是说他做到了把人数小再放大 并且可以以蚂蚁通讯才有了蚁人这个存在 上场的是生物学 工充学 光学 控制轮 程序编程 比其他八大天才更懂人工智慧 突变人科学家野兽 汉克·麦靠鱼 是X战警的创始成员 也是复仇者联盟的经典成员 他最上场的是基因研究 因此对于生物化学 遗传学 电子学等 熟知历史和古典文学 并知多种语言 更是个音乐家 国家屠宰者末日博士 维克托冯·杜姆 近期四超人 李德·末日博士强于其他天才的优点 他曾照过能让四超人回复正常人的机械 还精通魔法和学习古老知识 并打造了许多末日机械人 他还创造一个可以无视曼美宇宙时光法则的时光机 杀人脑莫多克 莫多克拥有超高智商和超强的记忆力 可以熟悉他经历过的所有事件 莫多克可以读取他人思想 他还可以将自己转换成原始数据 以电子邮件形式进行传送 莫多克也是一名天才极科学家和战略家 大头目 因意外暴露在加码射线下 获得了超级天才的智慧 智力比之前增加了一千倍 有有不满足的球之意 也拥有心灵感电和超强意志力 以上都是漫威里最聪明的人物 如果你们还知道哪些英雄有相当的实力 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感谢你们的收看